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枕边凶灵》 影片一开场 春哥的妈咪因为抢救无效交了盘票 同事阿明说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歇数 也没能把伯母给留住 由于春哥出生的时候在鬼门关留在我一圈 因此他拥有了能看到鬼的超能力 春哥最近非常的不顺 妈咪这边刚去世 老婆龙套姐就出鬼了 看着私家侦探拍的照片上春哥的心都碎 春哥回到家 他老婆龙套姐正在看电视 两人一晚上几乎没什么交流 对于老婆出轨这件事 春哥一直没挑明 他仍抱着一次幻想 希望老婆能筋盆吸腿改进胃正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还没找到瞎间 睡到后半夜 春哥起来上卫生间 撒完尿他来到客厅一看 当时就瞎尿了 龙套姐说咱妈这么年轻就走了 真是天度红颜 牧师眼镜哥是春哥的好朋友 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人步道 什么信上帝得胜利 信春哥有吃喝 啰里发缩的非话特别多 渣男炮辉哥过生日这天 一帮人正在KTV瞎胡闹的时候 炮辉哥突然觉得眼睛有点不对劲 他刚来到卫生间女鬼就出现了 然后这哥们稀里糊涂就领了好饭 最近类似的案件已经发生了三起 都是当事人在过生日的时候被害 由于没有任何的线索 警察大感觉非常的上火 转过天 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 这位著名的塔罗牌大师 因为已经遇见了自己的死期 因此主动来医院登死 春哥因为老婆出轨这事 整天搞得是心烦意乱 为了排解郁闷 他跟着阿明到酒吧喝酒 对老十八交的春哥来说 这种场合显然不适合他 这个时候百无聊赖的春哥 无意中看到这个女孩 名谋好耻碧月秀花 把春哥聊成的是稀里哗啦 从此之后 春哥的相思病算是落下 没过几天 春哥再次来到酒吧 当他正向服务员打听的时候 女孩神奇般的出现 两人一见如故 跳跳舞喝喝酒 办公室里再来一宿 不过这个女孩非常的神秘 来无影去无踪 走了都不说坑一场 一牛脸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春哥觉得这个女孩 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非常的善解人 因此他决定 必须赶快跟老婆离婚 第二天一早 春哥找到了眼镜哥 说当初我老婆是你 介绍给我 他现在出轨 我必须跟他离婚 眼镜哥说 你不觉得照片上的 你老婆一段不对劲吗 有时候眼睛看到的 不一定是真的 春哥正上班的时候 警察大眼哥不请自来 两人一聊春哥才想起来 原来大眼哥 居然是自己小时候的邻居 大眼哥说 我这次是夜猫子进宅 无视不来呀 咱小时候一起 光屁股长大 那几位发小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个人里面喝饭 他们都是在自己 生日那天死的 死性也都一样 都是惨遭殴打 内出血而死 而且每个死者的索眼球 都被力气给挖了出来 现场没有人证 也没有物理 凶手像隐形人一样 来物影去无踪 走的时候都不说坑一声 春哥说 他们为什么都是 在生日那天被害 而且还都是咱的朋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眼哥说 那谁知道 目前咱七个人当中 只剩下四个人了 阿军一直在逃避过 阿玲更奇怪 似乎是人间蒸发了 阿玲的妈咪 很早就改嫁到了美国 她每个月 都会寄钱回来给阿玲 我查过阿玲的银行记录 在她17岁生日以后 户口里的钱 就再也没动 也没有她任何的出入境记录 她妈咪97年回过香港 说她的女儿不见了 现在我们警方 就当做失踪人口处理了 我最想知道是 咱俩搬走之后 阿玲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春哥说 接下来是谁的生日 大眼哥说 还有四天就是阿军的生日 阿军生日之后的 两天就是我的生日 跟大眼哥聊完之后 春哥刚回到医院 就被塔罗牌大师给叫了 要说大师就是大师 不仅会通灵美甲探风水 还能降妖按摩再去鬼 大师免费给春哥算了一块 说的那也是真准的 不仅算出春哥的妈咪 刚刚过世 而且连她老婆出轨 这事都算出来 大师说 在你的异性朋友当中 最起码有两个都不是人类 为了查出三个发小 揪一个是怎么死的 大眼哥带着春哥 回到了他们小时候 生活过的地方 两人正上楼呢 一老大妈突然冒出来 哄多气了 把两人吓一跳 大眼哥心里 一直有个猜测 觉得这三起案件 跟他们小时候的 晚版阿灵偶封 因此他和春哥 来到阿灵家进行调查 两人瞎悬梦一会儿 春哥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阿灵生日那天晚上 看完派对 所有人都走了 然后阿灵就送了 两人刚准备离开 突然听到了一个 女人的尖叫声 三更半夜 黑肱东 把两人当时就下磨了 加上之前 那位老大妈 山音风点归火 把大眼哥和春哥 吓得顾头顾定的窜了 两人来到冷饮店 回放录音 诡异的是 录音机里 居然传出了 阿灵过生日 那天晚上的声音 大眼哥摘掉眼镜 掀开衣服 露出了身上 被鬼魂诅咒的痕迹 大眼哥说 这个案件 每个死者死前 都有疤痕 原来在阿灵16岁的时候 曾经跟大眼哥谈话恋爱 后来阿灵怀孕 大眼哥只给了阿灵500块钱 这件事就像一块大石头 一直在大眼哥心里压着 转过天 大眼哥带着人 去找马上就要过生日的阿军 此时的阿军也被诅咒了 从之前的规律上来看 这哥们应该很快就要领盒饭了 阿军一看到警察 跑得比狗都快 大眼哥费了半天的劲 结果还是让阿军一跑了 阿军来到了阿灵家 忏悔了一会儿之后 他给大眼哥打了一电话 说真相就在阿灵家 你赶快带人过来 当大眼哥带着人 赶到阿灵家的时候 发现阿军已经挂掉了 春哥下班回到家 终于跟老婆龙套就摊牌了 春哥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 他老婆居然连句解释都没有 大眼哥到医院找到春哥 说再过半个小时 就是我的生日 看情况我是躲不过了 这是我全部的身价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你就替我捐献给慈善机会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我现在就去阿灵家 要杀要瓦 随他大便 春哥去给大眼哥冲咖啡 这时大眼哥无意中看到了 春哥为那个女孩画的素描 大眼哥说他就是阿灵啊 春哥一听可吓得不轻 随后春哥和大眼哥 再次来到了阿灵家 春哥利用自己的特异功能 终于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当年在阿灵生日那天 几个好朋友都喝多了 然后把阿灵给强行被那面 阿灵在反抗的过程中 被人用刀把左眼给刺下了 阿灵死了之后 这帮孙子把阿灵的尸体 藏在了墙壁 并用砖头和水泥给封入 春哥和大眼哥砸开墙壁 果然看到了阿灵的尸体 阿灵的鬼魂跟春哥 倾诉了一番之后 瞬间就消失不见 春哥在医院上班的时候 他老婆在台湾的朋友 给他带来一份领誉 原来春哥的老婆龙套姐 在去台湾出差的时候 遭遇了车祸 龙套姐死了之后 担心春哥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于是便用自己出轨的方式 希望能让春哥逐渐忘掉自己 影片的最后 龙套姐向春哥倾诉完心事 跟阿灵一样 磁溜一下小时不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 交友一定要深重 千万不能太出动 人性本恶太叵测 发小也能要你命